我明明在看一部由遊戲改變成的動畫 可是為什麼這部動畫給我的感覺好像我在看台灣的八點檔連續劇這種感覺 它到底有什麼劇情的元素讓我感覺像我在看台灣的八點檔呢 那今天就帶你來去看看這部動漫叫做智龍迷城AK史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動漫呢 今天帶你一起來去看看喔 嗨我是羽翼之兔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如果你今天是新朋友還沒訂閱的話趕快點擊下方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訂閱我的頻道的話不要忘了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講的是什麼呢 今天要來講一個動漫我覺得看起來很像八點檔的動漫 雖然它是一個遊戲改編的 但是做成了有點像王道的英雄 然後又添加了一些八點檔連續劇的劇情 那這部叫做智龍迷城AK史 那它的故事的一開始是一定有一個開掛的男主角 那一定有男主角的基友 那這個基友通常通常都是非常厲害非常厲害的 那麼為了要跟他站在跟男二站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所以不斷的打怪升級的一個故事 欸這個動漫裡面它總共分成兩種種族 一個是人類一個是龍人 一個是龍人 那男二是龍人 那男主角是人類嗎 等等等 那是不是人類你就自己去看喔 那這個男主角它繼承了它 不斷的開掛的能力吧 要這樣講好 因為他的不斷是一個在他們這個動漫裡面 然後所有的城鎮都認識的人 然後是一個非常赫赫有名的人 嗯 然後他繼承了他的血脈 然後從一開始第一集 他就非常的開掛的幫男二 嗯 開掛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你們自己去看 那麼 就因為一個職業 有一個職業叫做龍鬥士 就是必須要跟怪物戰鬥 嗯 他算是一種 嗯 怎麼講呢 龍鬥士就是你可以去 有點像神奇寶貝 就是寶可夢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必須要去收補寶貝 然後寶貝幫你戰鬥這樣子 但是也有壞的寶貝啊 所以你要用你的寶貝 然後去打那個壞的寶貝 這個意思是一樣 只是攻擊的方式不是 就是 叫你的寶貝直接去打 那他是用那個 豬子的連鎖 那是 這一次這個城鎮 這個遊戲裡面 是大家 嗯 也不是說大家 有些人看得到這些豬子 有些人看不到這個豬子 那看得到這些豬子的人 就可以靠著那個 豬子的連線 然後 幫助你的怪物 然後 加成攻擊啦 然後 屬性相克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的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遊戲的主軸就是這樣子的 那 我後面說一個 非常八點檔 就是看到最後面 我很想看八點檔的 原因是因為 嗯 這個遊戲不可能就是這麼和平嗎 不可能就只是 欸 打慣升級 這麼簡單 就可以完成 那就 沒有什麼意思了 一定會有那種 非 不黑的壞人 然後 一定要裝得好人這樣子 然後 最後爆發 出來這樣 這一部是還在連載中 所以我不知道結局是怎麼樣 但是 很八點檔的就是 某一個人 然後 碩死 藍二 然後 讓藍二認為說 男主角是他的殺復仇人 嗯 嗯 嗯 然後 進而 讓他們兩個人百目成仇 嗯 至於他用了什麼樣的 方法 什麼樣的能力 讓藍二 喪失了他的理智 然後去跟男主角 卡 卡 卡 這個就你自己看喔 嗯 最精彩的部分 卡在那邊 男二到底 現在的命運如何 都還不知道 那男主角他就是一路 嗯 就是走 走些城鎮啊 然後一路收集了他的 好夥伴 然後一起戰鬥 的這個過程 有幾集是非常的催淚的 那 但部分的都是 比較注重的是說 欸他跟男二的 情愛糾葛 就是說 情愛糾葛 好像有點不太對 就是他們兩個 互相 然後我覺得 我當初會看到 從第一集看到最後 為什麼 我會很想要繼續看下去 就是 男二 跟男一 他們有一隻很可愛的 那個 寵物蛋 然後那個寵物蛋 孵出來的那個寵物 超可愛的 圓滾滾的 那一隻是黑的 一隻是白的 然後翻譯的時候 那個翻譯主就是很喜歡 把白色的那隻叫做 白團子 然後那個黑色的 欸 那個男二就說 欸那隻白色的跟你長的一樣 就跟那個黑色那一隻說 欸長的一樣 然後說 然後那個黑色的就跟他說 我哪有這麼圓啊 非常 他就是有點帶著搞笑 然後又有點狗血的劇情的一部 那我是覺得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是要到後面 這比較屬於賣熱型的 所以你要到最後面 越看越覺得精彩 越看他們的那個 情愛糾葛的時候 那我就 欸 我到底是不是在看動漫 我還是 還是在看我們那個 八爹長那種感覺 嗯 他只 只差這一部 只差這一個動漫 還沒有爆錯小孩這樣子 對 所以 感覺有點就是 那個仇恨啊 明明就是一個 本來很開心的一個 動漫改編的遊戲 然後就打官升級 然後突然那個 畫風一轉就轉到 欸什麼 他是他的殺父仇人啊 然後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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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為什麼 會突然 就是 讓劇情有一個轉折 而這個轉折 感覺有點 很奇怪的一個轉折 但是 不知道 因為大家就是喜歡看這種 情愛糾葛啊 所以就看起來 欸 好像還不錯 然後他就會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 那這一部還在連載中午 就卡在最精彩的部分 不知道 男二現在 狀況到底怎麼樣 他是不是會清醒呢 反正他現在就被 那個 仇恨給 謀幣 但是他的內心 就記得那個小人 然後 他還記得 男主角 但是 他對男主角的是 恨 然後 在那邊 旁邊 OA 就說 個死小鬼 你不是說要來拯救我嗎 那為什麼到現在 你還不是拯救我 然後我在那邊 男二在那邊 哀嚎那樣子 嗯 哇 我在看這部的時候 心裡很多OA 死 呵呵呵 OK好 那 我大概都講了一下 這樣子的劇情 那這一些細節 你就自己去看啊 就不繼續爆雷啦 那這部我推薦給你看 那你可能劇情 集數蠻多的 所以你可能要 稍微的 花一點時間來去看 畢竟76集 不是說 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完的 嗯 然後他是從 呃 欸 去年開始到現在 那我不知道 拯救男二之後之後 還會不會有新的 轉折的劇情 呵呵呵 那我希望就是繼續看下去 那那個轉珠 男主角怎麼開掛 然後 男二又怎麼開掛的話 你們就可以自己去點擊 來看看喔 好 所有的資訊都會在下方 不要忘了來點擊 來去觀看喔 那 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啦 影片都結束了喔 還不趕快點擊訂閱 那訂閱的話 旁邊的鈴鐺 不要忘了喔 才可以即時接收到 我頻道的最新更新喔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非常好的話 就請你給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是社群網站喔 那我還有FB的粉絲團 跟蝦皮小布 還有PC紅喔 PC紅現在是免運費喔 有限制的話 可以點擊來出發看喔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看我下次用準用的影片 來進入生活囉 掰掰 掰掰